由慈盛、真容等主演的TV&电视剧《恶魔法官》本周播 最后两集 收视率分别为7.5%和8.0% 大结局首都圈最高 视率10.2% 刷新自身最高记录 完美收尾 EP15 教堂火灾的 向江耀汉公开表示自己是罪人 只是因为发现 律不敌权力所以尝试了走捷径 宣布辞调法官物 但反而更加获得民众支持 许崇氏野心扩大 要名流轻使 遭到郑善雅狠狠提醒 他只是自己傀儡 敏正浩再次对金家温提到 可能是将要害害了秀贤 并把秀贤调查教堂火灾的笔记本交 加温 加温根据线索找到了郑约瑟以及对秀贤 羌的人发现凶手手机里存著名为的电话号码 碰之后真的是将要汉接起来 加温于是彻底向 将要汉就是这一切的幕后凶手 情绪崩溃 加温怒得来到将要汉家 并对他举起刀 将要汉握住 认得瞬间让加温想起从前的秀贤 这时敏正浩 郑善雅先后出现 并给将要汉戴上了手铐 惊人真相被揭开了 原来早在加温毕业时 郑善雅就陷了他 并且利用他长得像将要汉哥哥这一点 一把加温安插在将要汉身边 变成将要汉的弱 自称将要汉手下 殴打郑约瑟的人其实是郑善派去的 敏正浩也是靠郑善雅坐上大法官位置 且仍然认为自己站在正义一边 而更加惊人的将要汉一直试图隐藏的教堂火灾真相 原来是火犯的真实身份 当年爱丽亚离开祈祷事时 不心碰到蜡烛却没有发现 令窗帘被引燃从而引火灾 将要汉拼死守护这个秘密 甚至不惜象征雅下跪恳求 只是不想让爱丽亚发现自己才是死父母的真正凶手 EP16 最后审判加温写信告诉爱丽亚教堂起火是因为线路老化 将要汉是故意让丽亚误以为她有嫌疑 目的是让失去双亲的爱丽亚靠着愤怒活下去 将要汉被关进监狱 许崇氏是监狱长将她干掉 但将要汉早已做好准备 把玉长的秘密存款转移到了别处 只有放将要汉去才会把钱还给她 不过重获自由的将要汉并有如约还钱 而是把这些赃款捐赠给了慈善组 让人大呼爽快 金家温前入梦想基地 发现财团助收容社会闲散人士的旗号 实际上在做贩卖 关等非法勾当 冒着生命危险偷拍下证据影片 要汉把财团的人全都拒到示范法庭上 进行罪 一次审判 并且在现场设置了炸弹 当认为有罪 民众超过一千万就按下引爆按钮 正善雅举枪 准将要汉 但最后把子弹射向了自己 金家温是阻止将要汉放弃生命 但被他推出了法庭 一连爆炸声中 示范法庭化为废墟 但其实将要汉早摸清逃生路线 不仅没有在爆炸中丧命 还按照 话带着爱丽亚去外国的康复医院接受治疗 并给如母开了一个健康食品购物网 作为她的退 金表面冷漠的江法官 其实一直都心思缜密 关注周围的人啊 事件落幕后 金家温发现一切都有改变 正当心灰意冷之时 将要汉出现在他身 好好干 不然我还会回来的 结语恶魔法官的编 是真实法官 哈佛法学院硕士出身 在韩国担任 官职务也有十余年之久 剧中描写了很多令人无 又很有现实感的困境 并且每每提出极具戏剧 大快人心的解法 作为带给人幻想的复仇爽剧 是相当过瘾的 而且多次反转并不会让人觉得 强和重复 反而写出了人心的复杂 与多面 对配 的塑造也并不扁平 持胜的演技和个人魅力 更必多说 小编觉得这部剧至少值得两位数的收 帅阿图 黄view包剧平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